好同仁大家午安 我們現在進行第十八次會議 先請民主黨來先讀十七次會議議事錄 三分之九時四十分 您副業其三 九時四十分之中午十二時值 記錄陳同謀 主席先告開議 報告事項 以主席報告千道議員 以達法令人數 二 民署長先讀第十六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事項環保局業務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楊正成議員 陳安中議員 林成功議員 林葉賢議員 黃世超議員 邱佳基議員 吳鴻某議員 張秋名議員 張明華議員 陳俊宇議員 陳孝仁議員 達戶人議員 陳局長 曾經 薛主任 文維 葉科長 清豐 黃科長 邱龍 林科長 金龍等 其他四項 環保局業務執行議員 要求辦理提供的四項令入 詳儒 復健 並行委憲政辦理 三位 中午十二時 以上 好 請問大會議事領員沒意見 好 存查 那我們繼續進行環保局的黨員執行 現在請環保局相關人員來列席 好 我們請黃定衡 黃議員 主席 環保局長 環保局所謂的黨員 議會同心 大家 晚安 大家好 陳處長 陳處長 我們的 我特別104年 有一直關心的污水下水道清理作業 現在 進度如何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 從去年年底一直在關心 跟污水下水道清出來的污泥 應該要有妥善的處理這個部分 我們分兩個部分 沒有啦 我問你 現在建設宿有沒有照投標 一定要具備有一個執照的去公告 公務處他已經回答我們說 他們會納入他們招標的公告的條件裡面 好 那現在有沒有在做這樣的一個招標作業 這個部分的進度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就算他這些招標還沒有完成 只要他有在清污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去關心說 他最後的這個清出來的污泥往哪裡送 環保立線就一定要做得徹底一點 不要有口號 空號 還是說假環保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 本席再次的提醒你 一定要去追蹤進度有沒有落實 這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 鼓勵民間 環保局都鼓勵民間或是機關 或是環保志工去認養道路 那成果怎麼樣 認養多少 我們其實是在對很多 機關有沒有 機關 機關本身已經有了嘛 對 但是我們主要還是對這些污染源 就像固定污染源 砂石廠 或者是工廠 我現在講的是道路這方面 道路是指哪裡 道路就分主管機關是誰 公路局他當然就是 你如果道路還分工 比較污染源比較多的那一段是不是 對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當然那個管養的部分 市區工人處他全線的審到他都要 好 那個主席把他列入紀錄 就是說機關 民間 或是環保志工 有認養的路段 那個資料給本席 請列入紀錄 要求是這樣 再來你們補助民間團體 你辦理低碳示範 這個預算多少錢 我們這個部分 每年大概都編400 400萬 早期有400到450萬 我們今天也記得是編400萬 事實上我們是補助線內非常多的社區 當然做跟低碳有關的 那每年大概 你講一個具體的 哪一個低碳有關的具體的項目 舉個例子 像第一個像我們那個 青秋悠遊 就是那個 迷路 就是 梅花社區 中山社區 他們這個 充電站 你把這個資料 把這個資料 在那個現場執行之前 送給本席 OK 好 請主席列入紀錄 好 列入其他事項 那你在加強 常常查驗自來水水源 那沒有自來水的地方的水源 有沒有去加強 他的一個經驗 就是 簡易自來水 自來水啦 其人關的有自來水的 當然那自來水的 減染 那如果沒有自來水的 就是說我八成的 我這裡自來水沒有夠位 但是我就必須要吃水 所以說都用茶水 這方面有去減染嗎 民眾如果 那個就他們 有沒有主動去檢驗 有 有主動檢驗 就是那種檢疫的 供水的那個部分 不是檢疫喔 它是從地下 地下室抽上來的喔 如果是 就是說平原地區 有沒有水的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呢 是民眾他們 不是 我跟你說你聽不懂 自來水我們自來就有了對不對 我知道 那些自貨都不要管 那一定會減染 現在就是說 自來水沒有夠位的自貨 他也要用水啊 他沒有用檢疫 他自來從地下 從地下 抽起來 那有檢驗嗎 這部分我們是 民眾如果送水 如果要求我們去檢驗 我們就去檢驗 它有送來再有檢驗 沒有送來沒有檢驗 對 你們沒有主動去抽茶 對 好 現在漏差就是在這裡 你們沒有主動 八成 它有這麼調理 沒有它也這樣過癥 這樣 這就是齁 你們要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主動 譬如說 譬如說 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五 已經有出來水了 剩兩點二五 沒有而已 你們要去關注這個區塊 主動去檢查 檢查 好了以後 有問題 要趕快 給自來水公司 還有中央的 讓他們知道 這個吃水不一樣 評比 不可以叫那個 一萬八的評比 要拉高 這樣照法度 解決問題嘛 要主動出局 來為 沒有出來水的租活 來水上 對不對 這個部分 有味道的部分 我們來清查 你們太被動了 你們把 三年齁 三年 現在一百公三 一百公是一百公五 這三年 你們有去檢查 人送來檢查 還是主動去檢查 那個 那個 紀錄資料 給本席 好 請主席列入紀錄 好 要求事項 第一類憲政總事情之前 你們的環保 醫工 這幾乎你講 兩千四百 十九個 你說 可以 業務費 怎麼用 用在哪裡 我們這個部分 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補助 補助款 就是 補助 項目 他們是用在 辦理相關的活動 項目 哪一個項目 哪一個活動 可笑的項目是什麼 他們辦的活動就是 如果他們必須要做獎席 或者是他們環保志工必須要去出勤去做志工的工作 所以他們有正式的活動需要做補助的時候我們會給補助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保險 那不在這個 這個用業務費嗎 這個叫做獎補助費 那個是獎補助費 對嘛 你早上說 你早上我聽你說 業務費用 用於 這個環保義工 我就覺得怪怪的 不過環保義工這個部分還是有一部分的業務費 你獎補助費 24萬對不對 對 你24萬都做2400幾個 你怎麼用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他們 每一個志工小隊 志工團 24萬可不可以用在做服裝 過去裡頭 所謂的服裝 環保志工他要出去 會有危險性的那個服裝 可不可以 那個背心的部分我們有 背心 那服裝可不可以 好像沒有耶 為什麼不行 第一個是 我們的這個 過去的這個補助辦法裡頭 這個部分是不是 就一直都沒有 就是 他不屬於資本門 就被排除 你的胡說八道 亂講 你那個 線路匯報啊 你有沒有去 線路匯報 你有沒有去 有 有 有為什麼你亂講 衛生業環保志工就可以了啊 那你那個環保局的環保志工不行 對這個就是在今年我們 那個 各單位的補助辦法 就統一都修 一國兩制 本來過去這個部分就是這樣 環保局的環保志工就比較衰 比較低級 是不是這樣 什麼都沒有補助 這個之前的確是 那衛生署 那邊就有 衛生局那邊就有 我相信他們也是修了啦 那哪裡修 正式編列在105年的預算 那裡修 對不對 人家這樣 真打拼來跟你們家做工作 你們有在想嗎 沒有嘛 人家說 衛生局的人有在想啊 他們也有一千多個啊 對不對 那你是為什麼對這個環保育工 怎麼交代 他們請你何看 所以說這個喔 管建戶喔 各課室的協調喔 編列預算喔 是嚴重嚴重的失衡啦 105年看要追加 或是106年我要看到預算 沒有看到預算 我請環保育工全部來跟你抗議 宜蘭縣的 力能政策喔 能源政策 到底我們宜蘭官的 我們除了電力公司之外 我們電力的供應 主要來源是什麼 現在全國的電網是 宜蘭官多 連續的啦 宜蘭縣大概有 主要是兩個發電的位置 一個是 南洋水利發電廠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焚化爐的這個發電廠 那有一部分是這個 企業自己的這個 氣電共生 佔比例多少 我們的這個 南洋發電廠是 26.7個MW 那那個 所謂的佔比例佔宜蘭縣 它的電力多少 百分比 這個部分的供應 佔全線 那個 用電的需求 那個部分 大概只佔了百分之 4到5左右 好 你會後把資料給我 你錄記錄 這個 議長 議長 會後我要的資料 你錄記錄 這個資料就是 電力公司 宜蘭官的 比例佔百分之多少 比方佔到百分之90 那10%分佈在哪裡 我比如說 這個一定有這個紀錄 有這個紀錄 為環保局你才有方向 我力能產業要怎麼去發展 把現在的電力要怎麼樣的慢慢降下來 用其他的力能產業來替代原油的一個電力 因為原油的電力 准蔡英文總統 他在2025年 要揮核家園 揮核家園 揮核家園 除了核四 封存之外 核一核二核三 都要收起來 要收起來的時候 你現在沒有這個資料 沒有做準備 明知水座是不會有 他這個要準備很長的時間 我看你這樣子做事 好像莫不關心 對這樣的沒有危機感 沒有危機意識 所以本席會擔心 你會做不到 蔡英文總統會做得到 你會做不到 宜蘭縣會做不到 把這個資料在 縣長總事情之前送給我 好不好 那順便 你要把你 未來要做的 那個計畫 快下出來 不然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們縣民會擔心啊 那你現在有什麼鼓勵措施 要來給你們這方面 有沒有鼓勵措施 事實上我們現在對這個 地熱的部分 當然就是要 地熱等一下談 就是中央去探勘 有什麼鼓勵措施就好了 那我們對於這個 太陽能 裝設太陽能的這個發電 就是太陽能板這個部分 我們編列這個補助經費 能夠補助這個 施設這個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那太陽能板 那太陽能板佔我剛才講的 宜蘭縣的供應電是多少 這個都餘病了 把它註記在上面 好不好 那這樣就會很清楚 你們就有一個藍圖給我看 我自己要怎麼來 來鼓勵 自己要怎麼來做進步 自己要怎麼來做改善 都可以在這個圖表上面 都看得很清楚 作為你們以後的一個方向 一個目標 那剛才談到地熱 三星地熱的製造都總有幾個 清水地熱 它原來挖的這個地熱井 就是因為這個業務是在公履處 據我知道 好像是有八口井 但是呢 並沒有全部都違外 這跟你們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 因為是屬於淺塵的 而且是 建設是他們的 但是提起的能源跟你們有關係 那個部分接下來就是 如果它為外 所以建設處跟環保局 有息息相關 公履處 公履處跟環保局息息相關 這樣你知道什麼叫做EGS嗎 EGS 就是加強型地熱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EGS什麼意思 簡單說一下 加強型地熱就是 事實上這個技術 也還沒有非常的成熟 它是被定義為說 比較屬於這個深度比較深 那但是呢 這個 可能出水量 或者是這個地質狀況 並沒有那麼明顯的時候 它就必須 你要回去再去研究一下 這個最主要的精神 它是用糧口井 加上一個鎮字尾就是生產井 生產井 生產井撞起來就是要發電用的 另外一個鎮就是灌溉鎮 灌溉鎮就是兩隻要用的 要做什麼 這就是循環作用 這樣而已 簡單就是這樣 循環作用 就達到環保的一個目的 跟發電量的一個目的 這個很淺顯的 作為環保機長一定要知道 對不對 答也答不對 收也收到別的地方 現在你說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 不是說你講的都對 環保機長真厲害 那個EGS不完全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三星地區 他們的用水量 原則上它取熱的這個部分 不是在這個地下水層 也就是說我們地下水營用 會不會 會擔心會不會 目前我知道了應該不會 不會 那另外前幾天都有地震 那地震 它那個三星的地熱 蒸氣噴起來 以前沒有這樣過 現在有 會不會具有危險性 這個其實我也是從內部的訊息知道 我也沒有到現場去 那事實上 他們推測的 就是說 管理的單位推測的是 其實是原來的風景 風口 井口風景那個部分的水泥有裂縫 那底下的氣壓噴發的 應該沒有危險 這樣要請環保局多注意 第一個 你第一時間也一定要去看 為什麼 這個跟未來我們 要取得電力有息息相關 那第二個 要做為以後 在怎麼施工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建言給它 不然 同樣的風範 又拼開 後面第二次的同樣的風範 同樣又拼開 就好像我們蓋房子一樣 對不對 能夠那一道七級八級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嘗試到 耐到 十金 十一金 那個天堂 房子也不會倒下去 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 這個都跟我們以後 發電量很有關係 也跟環保局也很有關係 一定要去主動 你不主動的話 就會絕對是做不好的 那我們開發地熱能源 這個公司 通過兩千萬 一千萬 那一千萬 你們剛才要先用兩百萬 要先用這個公司 對不對 好 你們存的錢 存的八百萬 我們本來 本來這個經費裡面 是要求 黑政 就是專警部分的土地 因為那個都是 國有財染局現在管理的土地 那如果是這個專警的位置 因為他已經做了一個投資 是環保局自己去執行業務 還是八百萬委託其他的單位 我們會由這個 內部的協調 希望由那個公共造產那邊 去把它 撥到縣府的名下 你要用公共造產 那你八百萬也要公共造產去執行 然後你們付錢給公共造產 是 民政處 是不是這樣 是 這樣委託 效果會不會好 也不是委託 因為畢竟民政處對這個不是專業 這個部分其實到目前為止 沒有太多專業 其實大部分都是行政作業而已 那因為 我們原來編的這個部分 是編補助款 所以那個補助款 由這個民政處 去執行 撥用這個國有土地這個部分 那個程序比較完整 那這樣子 你把那個 籌組的一個過程 還有這八百萬 要怎麼委託民政處 民政處 要怎麼去做執行 這個過程 也不要黑箱作業 把這個作業的整個程序 在縣長總事長之前 送給我們每一位議員 這樣子 我們大家讓大家能夠知道 看看我們先政府 到底你的方向是在哪裡 因為通過議程的時間 你有很多很多 很多爭議 很多的看法不一樣 那既然已經通過預算了 就希望縣政府好好的去執行 那我們也覺得 你們執行會偏差 還是說力道不夠 站在監督的立場 我們還是需要你們的一個 這樣的計畫先給我們了解 然後我們可以非常直接的 來去做一個更審慎的一個監督 好不好 請列入記錄 要求四項 您清水地熱 現在各中市要去銷標 你現在銷標的過程有順利嗎 包括黃議員 清水地熱的這個業務 在府內的分工裡面 那個是公旅處在執行 因為它是一個繼承的這個資源 公旅處他們是執行 公旅處的時候我再問他們 其中有一項要做環保的一個評估 這個環保評估是外界來做環保評估 還是環保局來做環保評估 這個是得到得標的廠商 他必須就他的事業上面提出來做環境影響評估 那他送案之後才會到環保署那邊 環保局先評估 然後再送到中央 不是就直接是中央 因為這個是電廠 然後這方面也要多注意 你們要保管的把它保好 我時間有限 現在我們準原能會 謝小申主委 他有說 說漲電價要甘之如魚 要民眾有缺電的心理準備 這句話我聽到很怕 也怕你二郎官 也會這個情發生 所以說剛才 好謝謝黃議員喔 接著我們請那個 張明華議員 不在場 張秋明議員 不在場 楊順木議員 不在場 好請陳潔領 陳議員 主席 各位同仁 局長 各位科長 首先我請教一下我們環保局 因為這幾年非常重視環境教育場所的業務 我知道它有幾個要件 因為人 場所還有課程是必備要件 那這個部分呢 原住民的鄉鎮非常薄弱 幾乎沒有人有辦法去受訓 那麼也有場所 但是不知道怎麼來篩選 那課程更沒有辦法去規劃 那我們今年就輔導了18處 那麼五處完成送件了 那到底有沒有核定啊 局長 這五處有沒有核定 謝謝陳議員 我們送件之後呢 事實上這個就變成環保署的環檢所 不是環檢所 是環教所 環訓所 他們會來就個別的案件呢 派委員會進來做這個查核 那這五處有沒有希望 有沒有希望那個通過這個環境教育場所 我們會距離力爭啦 盡量輔導他們 那原住民啊原住民的部分你們怎麼都不輔導 事實上 不知道南澳是有的 但是那個不是在南澳的轄區啊 你講南澳農場的部分 那大同跟南澳為什麼沒有一個在原住民轄區內 可以申請這樣的一個區塊 導致原住民對環保的這個教育還是蠻薄弱的 事實上 努力看看 好 這個部分其實分兩個部分 因為那個學校本身沒有環境場所認證的這個必要 但是在原住民地區呢 有一些譬如說像這個那個那個 西蘭就是現在已經委託出去的這個 他們很積極的在做環境教育 那那個那個森寶處他們在太平山 或者是這個仁澤地區的這個場所 他們也在希望說輔導他們進來做環境教育場所這樣 另外一個其實這個社區 都還沒有申請嘛 還沒有申請嘛 還沒有 不過他們 那我就是希望就是那個針對這個 那個世界級的這個神木群啊 那個早期都還要想要送去這個 送那個聯合國這個教科文竹竹店 世界遺產 既然有這麼好的一個自然環境 那它沒有辦法成為一個這個環境教育場所 這個實在是有點可惜啊 所以你們在這個部分就是這個 檜木那個區塊啊 那個部分要趕快協助他們來申請啊 好 好不好能不能在這一兩年之內 對這個要先有一個主體 我們來跟這個主體的對口 你們要去跟那個聖寶處啊 還有那個莉莉集團啊 還有這個 所以說委外的單位我們可以 還有那個領館處啊 趕快去談一談 甚至可以跟大榮公所談一談嘛 這個部分我希望一兩年之內原住民鄉的這個環境教育場所 一定要出來一個 好不好 這局長你可以保證吧 應該滿樂觀的啦 應該滿樂觀的啦 兩年內沒有問題 好那我就看兩年內 兩年內我還有作業嗎 有啦 這樣看你的跡象 好請坐 那另外 早期啊 我一直看到我們宜蘭縣政府 尤其是局裡面的這個政策 每年都有所謂的利稅影展 你覺得這個效益有多大 我發覺這個只是淪為一個圖騰啊 那你們有在室內也在室外辦 那麼也借用這個鄉鎮的讀書館來辦這個影展 但是3D鄉對這個完全沒有印象 3D鄉有沒有辦 局長 謝謝陳議員 那個綠色影展是停了六年了 那今年因為這個環保署有特別又提出來說 那個我們要我們去爭取 所以我們有全國有兩個縣市爭取到這個綠色影展 所以我們今年副辦綠色影展 那那個陳議員提到的是鄉鎮公所的圖書館放映綠色影展這個部分 是活動結束之後的延伸活動 就是說去巡迴放映 那我們事實上也因為這個綠色影展取得了很重要的一些公播版的影片 其實我們可以持續在各個學校也好 或各個可以觀賞的這個點來持續播放 真正綠色影展的時間大概是兩個多禮拜 因為你的這個效益是寫說有3500人參與 那3500人參與那可見得這個那個基本的意思是有 到底這個真正的實質的效益有多少 到底能帶給宜蘭有多少的這個環保教育的概念 那個那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到底能夠讓縣民能夠這個減碳多少 這個你們你們有做這樣的評估嗎 還是等於要放一放耶 放一半就是這樣錢 我們我們配款那個配合多少 這個部分我們沒有配合款 沒有配款全部都是張補助款 對不過那個影展這個事情面向很多 那其實當然最大的面向就是 綠色的這個影片能夠喚起民眾的環保意識 另外一個其實是希望說在前端有更多的人 願意拿起相機或是製作自己關心的這些影片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如果能夠把它擴大成這個 比較有名的導演能夠把他們的片子拿到這個影展裡頭來 競賽也好或者首播也好 這個大概都是可以建立這個我們影展 你們不是都找鄭導演來配合嗎 今年好像 對今年就他 不是 不是 好 這個部分如果有到各鄉鎮去影片 有到各鄉鎮去的時候 原住民鄉也可以參與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鼓勵原住民的學校老師可以盡量來公播 讓他們 學生也可以去領悟一下 好不好 那另外 你們有一個故事宅集片二手四級活動 能不能大概講一下這個內容是什麼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是每個月會有兩場 一場是在宜蘭一場是在羅東 那主要還是說有很多的不管是NPO或者是個人 他有二手貨可以拿出來做買賣交換 那同時也像一個四級這樣子 達到相互宣導或者是意見交流 那就是提供縣民可以去知道習物愛物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就是每個月羅東會有一場 宜蘭會有一場 所以一次一個月裡面會有兩場 那個有交易行為是吧 有 那交易量多大 其實不大 就是一個攤大概一天 可能大概就是七八百塊一千塊這樣子的買賣 因為他每樣東西都是十塊二十塊 那攤你的攤位有多少 大概都是四十攤上下 大部分都是家具的部分是吧 沒有不是 家具反而很少 其實有很多就是 比如說舊書啦 舊衣服啦 或者是有時候是有一些是自己 像手工肥皂啦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家具就是廚具 手工肥皂就不是二手貨啊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裡頭的攤位裡頭有一部分是這種 跟環保有關的這種攤位 那因為它回收油啦 或者是比較乾淨的有機的這個那個產品 那你們這個是每個月辦兩次嘛 一個在西南一個在西北嘛 對 那那個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你們在這個推動所謂的這個住宿啊 就是不提供一次性的備品啊 就是說我們不提供那個消耗品就對了 對 那這個辦的效果怎麼樣 你現在是說有113家悅者有響應嘛 對 那其他的因為你這個沒有強制性嘛 沒有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個效果怎麼樣 有必要全新推廣嗎 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線內的這個那個旅宿業其實是很發達啦 所以那個其實有一部分 不包括民宿嘛 有一部分包括民宿 那那個是對於 事實上有很多是想要做一個比較低碳的生態的旅行的這些遊客呢 有那個吸引的效果這樣 我們去年 居長 去年通過了一個自治條例 就是宜蘭縣這個遺傳廢棄物清理回收的自治條例 對不對 但是很奇怪 我們這個條例 當然 有送到這邊來通過嘛 但是我們只回收燈泡跟電池 那其他都不用嗎 只要在這個海中或海底的這些廢棄物你們都不撈嗎 那事實上跟陳議員報告 這個因為 漁船出去跟回來 他們其實都急著要卸貨 那個我們進去做 進去做登船檢查這個部分有一些困難 那但是我們公告這個自治條例裡頭 其實是用逐項逐年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再來做公告 那這個其實剛剛通過要執行這個是有一些這個 條例是施行一年後可以修正嘛 對對對 那你現在逐項 那你下一次是要增加什麼項目 事實上我們現在對於這個燈泡跟這個 電池 電池主要是因為這些東西丟到海裡頭 它的污染遠比像那個導遊關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容器 那個污染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部分開始做起 那事實上不瞞陳議員說 我們現在目前對於燈泡跟這個電池 這個部分的這個執行的這個情形 那個我們還沒有辦法很確切的去統計 跟他這個這些 你沒辦法跟船公司或漁港 我正想要問你你這個績效到底是怎麼樣 你看這自治條例通過以後 你回收的燈泡跟這個電池那個量到底是多少 對這個部分我們有統計 我們會後可以送給這個 好了這個資料給我們參考一下 好不好 不過你這個其他這個有污染的一些廢棄物 還是要做處理 是 那另外我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今年的這個四月份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副議長 或者是我們的處長 就跑到北歐嘛對不對 當時那算是編在你們這邊 你沒有去嘛 你是怕有困擾所以沒去是吧 有難以之隱是吧 不是就剛好有私事 那因為我想說 那你們你們環保局誰去 我們的秘書跟我們的社檢科長 你們那個計畫是主要是去看綠能是吧 對 那對象是誰 這個計畫適用對象是誰 事實上我們的這個原來編在環保局這邊的經費裡面 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剛才有很多議員也都很關心了這個綠色能源的發展 那特別是像地熱啦 或者是生殖能 就是勤處分 它能不能作為發電的這個部分 以這個這個業務的項目下去做這個編列 所以我們也就請那個空氣污染的部分 因為他跟這個二氧環保局 你是說你們這個出國時事的對象 主要是誰是府內的一級主管還是鄉鎮市長 我們這個部分編的 在環保局這邊編了有兩筆 一筆的就是這個我剛才講過的那個 第二筆的是就是給各鄉鎮長他們四年一次的這種考察 他是那個參加的比例都不到一半 所以這個你們事後要檢討 是不是沒有給人家說清楚 還是人家根本對這個部分沒有任何興趣 沒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真正要去執行這個工作人去看一看 你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報告拿一份給本席好不好 你們報告出來有沒有 這個部分應該是計畫處在會長 不是計畫處喔 是 預算編我們這邊執行是計畫處在執行 那我再跟計畫處拿 那另外這個局長 你對於這一個U-bike 預算也編在你們這邊 年初那時候大家在那邊炒得要死要火 執行是建設處嘛 那因為我這樣聽起來 因為這個案子好像也還沒有規劃出去嘛 那這樣子去瞭解去學習了一下就說 其實我們的目的最主要就環保局部分是希望能夠達到減減減碳的這個作用嘛 你覺得啦 因為當時預算是只編在宜蘭市嘛 後來這個大家爭取之下就變成宜蘭跟羅東嘛 那我個人的觀點我是覺得其實電動車好像也不會輸給U-bike 當然那個是另外一個議題其實是同性質啊 那我想要請教人就是說 如果我們實施這樣的一個政策啊 這樣的一個方案出去 宜蘭羅東 就現在你這個案子啊 到底能夠節能的那個量 到底那個效果有多少 這個部分是你們要評估的啊 對吧 不然你怎麼變這個 你冷笑就代表說根本就不是你想要做啦 應該是這樣子啦 因為像宜蘭的這種城市 它14U-bike之後使用率多少 周轉率是多少 步點也達到什麼程度 事實上都是要經過實際測試才會知道 那剛才陳議員要問的這個減碳量可以多少 必須要從這個部分換算回來才會知道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回答 局長 我跟你都一樣啊 我們都是事務官 我也是事務官出身的 一個政策的行程有import 然後最後的那個feedback 你這個都有做過政策分析啊 你跟我說什麼 我不知道啊 這個部分我們來 你不要隨便呼籠我啊 我們來跟建設處 拿他們初步的評估的這個報告 再來換算 沒有啦 節能減碳部分是你 所以我知道我知道 他一定要得使用 周轉率我才能夠換算 他就不要變得你換補給 我就不要忘了 你啦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要學台北市 但是整個 我現在不談內容啦 還有這個執行的過程 我現在只想要請教人就是說 你既然 把這個預算編進來了 你就應該有初步的一個了解分析 就是說 我實施這個政策對我宜蘭所謂的環保利線 到底有多少的效益 你不要說 說來給我們議員聽一下 你不能講說這個東西 我們都還沒有真正去評估過 那沒有評估幹嘛要做這樣的政策呢 對 好那個我修正一下啦 我們來跟那個建設處就那個 預估的部分 有多少車次或者是多少運轉量這個部分 來換算所有節能減碳的這個情形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跟實際之間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對呀 那既然 既然你講的這麼誠實 你為什麼當時沒有提反對 或者是其他折衷 或者是其他更好的意見呢 你就這樣子去呼應 然後 預算就編在你這裡 到時候你要為政策負責啊 因為錢在你這裡啊 從整個預算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如果不編的話 這個政策就沒有辦法執行嘛 裁容通告這裡 是不是 報告陳議員 這個政策是一個比較大的政策 我想陳議員也知道啦 那整個的花費可能會一億多啦 那因為是 這個計畫在整個縣府要編那麼多 是有困難的 前提之下 是第一年的開辦費用呢 協調說 它跟那個節能減碳有關 但事實上這個整個跟交通的改善 是更大的關係的 所以那個 那沒什麼交通的改善 所以 所以對環保局來講 也不是那個要之後的一億多 通通是在環保局裡頭之 一億多是前坑啊 對不對 局長你也認同嘛 是 是 所以你們要好好再去做檢討啊 我倒覺得說 宜蘭喔 當然 這個業務跟你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到時候 建設處是結束了嘛 因為 這個在宜蘭到底實施這個優派的 就我們的環境 氣候 使用者 到底恰不恰當 這個大家都要做討論啦 那我再請教你喔 大同鄉公測有多少 公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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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測所 你知道嗎 那一個呢 休閒能源區裡面都不算嗎 休閒能源區裡面 那個沒有編到公測裡面 沒有喔 那到底量有多少 好啦 會後再給我好不好 因為 我們 這個外界有一些反應啊 就是說 公測有需要改善 當然那是 管理單位的 的 的全責啦 但是你們也要去 幫忙輔導一下 好不好 那最後我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喔 在鄉盛都實施這個環境清潔競賽嘛 那當然這個行之有年啦 推的也不錯啦 那就山上的部分 幅遠很遼闊 那我也知道你們 我們都有分類嘛 有分甲族跟遺族 那有些喔 這個原住民鄉的這個設備啊 沒有辦法到位 那所以 要跟這個平地鄉鎮來比 也許有它的難度嘛 那今年度啊 就是你們 你們每一年都不是有補助鄉鎮公所的 那個設備嗎 那今年度是怎麼補助啊 陳議員講的是垃圾車跟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設備 對對對 那今年我們大概編了四千多萬 是要全線的這個垃圾車的這個汰換 就只有垃圾車是吧 那其他的設備 那個垃圾車優先啦 那如果垃圾車 催犯有餘有的時候 我們就會就其他的這個 看個別需求的設備有不同 那就是要公所來提報申請 對對對 好 那這個部分就盡量能夠 因應那個地方的需求好不好 因為原住民鄉鎮 沒有辦法跟平地一樣 那個清水溝車他可能用不到 其他設備有需求都說 再跟你們申請你們再協助他 是這個我們來個別考量 好 以上 好 感謝鄧議員 繼續請 老奄母 老議員 好 大家位主席 鄧議長 鄧教長 我們各位庫長 各位同仁 鄧教長 鄧議長 我是民進黨主庭非福家園 所以說 先三個 先幾年 一直在大陸奧 要送高階火會料 我們今天管政府 包括你 我是很注意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 先政府 還有五個地方就換人 就這個部分 高階火會料 以後來怎麼處理 因為他準備 以前是準備 要放在什麼 烏手啦 媽祖啦 都離中國很快 中國也不快 從南部 那個朋友 朋友也沒辦法 所以 如果高階火會料 怎麼來處理 我們宜蘭當然是沒了 要跟大南部 剛才華蓮跟宜蘭關的關鍵 我們沒了 現在如果 這個問題就沒了 你來報告一下 謝謝 謝謝老議員 那個 那個 用過的燃料棒叫做高階火會料 那 過去的冰箱裡面 老議員很關心 其實 那個 這個 台電現在的冰箱裡面 有一部分 是在 南部 就是南部 跟華蓮的交界 在這裡 但是 也有很多 研究 憲試 雖然他在那裏做很多 研究 跟測試 但是 這個地方的地址不穩定 也不一定 真的就合適 適合拿來做 致放的最終組織場所 那 因為這個 要到 2017 也就是明年的這個報告 定案之後 就會出現 那個確定的 評估場子 那 這個部分 我們是持續在關心 那 像最近的地震 這樣子的頻繁 其實 我想這個所有的學術上面的研究 或者是 場子選定的這個部分 那個 我們會 我們會 這個持續的收集相關的 這個 數據跟資料 來 提醒 這些所有的評估 當然 那個政府是連續的 新政府接手之後呢 那個他也同步就接手了 所有的高 高階核廢料的處理 那 我接下來回答 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是 這些是我們整個台灣 共同製造出來的問題 那 我們 整個國家應該去面對它 那 如果現在的 現在的技術科技 還沒有辦法 真的 能夠應付跟對付這些高階核廢料呢 我會比較傾向說 我們 至少可以先 先爭取 譬如說 100年的時間 讓 他比較成熟的時候 再來做 最終處理 那這種 譬如說50年 60年或100年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叫做 那個 中間的中 就是說比較屬於短期的這種處理呢 先就這個 現在已經 可能廚藝 或者是已經用過的高階核廢料 要先從這個部分先做短期的處理 那這種短期呢 其實也 也是兩三世代 兩三世代的人 那我覺得 就用過的燃料棒最終處理這個事情呢 我的看法是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其實 不要說台灣 是全世界都沒有成熟的技術 那用短期的這個 暫存的方式呢 是可以爭取技術上面的這個發展 好 教授好 我想你也很用心 我是覺得說 這個高階核廢 上次後來有人說 就是 送國話 送國話去整理 但國話你處理後 也是要再送回來 也是要再送回來 所以說 我會覺得說 新政府既然強調 揮核家園 我覺得 全部處理 後來有機會 就是要好好處理這個工作 我們既然必須就失敗 剛才你說 我就是這個 當時你關心 別人考察 你應該要去 因為我三世代 做教授是人的事 你以前說 你如果前衛骨 就是說 你帶衣服 你也覺得 這個就 要讓你領取去 當然你也沒辦法 跟我說 那一陣 我們 管務團隊上不去 不過 當然你一定會去 先剛好 剛好 剛好你家的 太太那邊的頂部 太太那邊的頂部 有事了 就沒辦法過 沒辦法過 那個 農業處理也沒過 我想 你兩產業 這種東西 對你如果好 對勤 農業處理好 應該比較有關係 不然都沒去 不過你說 請 你的BC 金融 你們BC過 當然做博國 應該金融你要做博國 要叫家人家 家人家 這樣比較沒辦法 跟你們說 什麼人家要做博國 沒有幫你問 你才不知道 這就麻煩 所以說 真實的事 很重要 我是希望說 以前你過 你要去執行 去百號去看 看這個 不是說 太陽能 你能 如何 去改革 幫忙 我們台灣 建 這個 譬如說 性善 所以包括看 小藝好妮的這個 小藝好妮 一罐公安水 不適合十塊 我們台灣一罐就不用十塊 問題是 他要稅金得錢 小藝好妮做得很好 我們台灣 我們在說公囚 三文宵 一文 政府看 一文 國統看 一文 所以說 小 沒有實在 這個 這個保護 比較危險 就是說 去百號 我們議會 所有的同事 參想 讓你去 你不去 同事剛好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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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山蘇 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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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剛好 有人說 黃金 剛好 青 白 但是 一樣 看真是 普利隆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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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好 我剛好想說 去澳洲 雪梨工 我雪梨工很清潔 很清潔 去到雪梨工 光光純正 再去那裡 鐵圖什麼 那工很清潔 當然是我們台灣 要唱 要唱 雪梨 還要打拼 頂頂 我是覺得 我們要做這件事 不然裡面 你看 普利隆 放在那裡 飲料 放在那裡 有的孫子 很久沒有燈 孫子很久沒有燈 今天整床 都全猶豁 猶豁 很難看 當然 頂頂 頂頂 你的業務 我們 我們當然 客長來業務的人 大家都很辛苦 就這個工具 英國 跟漁肥說好 漁肥要去清 這個工具要去做 不要說 我們去看 是 光景要清 你怎麼清 也清不清 這不然 你把漁肥勉勉 怎麼說 你要說 是 柯新聞 這是 每天都要做的 就是 那不是做一篇 就是改革的 所以要你借土上面 來處理 是這個像 漁肥勉勉 這部分 當然有法令 管 但是 這樣也不一定是一個 最好的辦法 主要要是做 序徽或是 圍徒的這些 請求箱 可以很認真 很直接去做 這個 請理的工作 所以 第一步要做的 其實就是行政協調 第二步就是 漁肥勉勉 在後面 做一些感動 真的如果沒辦法 我們就會對這個 管理單位 處以行政處分 那這個部分 我相信 這樣子應該是 有效的可以監督到說 他們盡責把這個 港區做乾淨的這個事情 但是 我也老實跟 劉議員講 這個部分 事實上 我們去現場看的時候 很有感覺 我們離開的時候 對那個事情 其實就沒有 沒有放在那個很高的這個 那個順位上面 去想這個事情 謝謝劉議員提醒 我們會持續加強這個管理 我想 這個環境 我們有現在 因為北魁國 速公路通車了 台北 台東很多人 來 紀念館地圖 所以做成 我們 血水太暈了 這個地圖要怎麼去 吃海膳 什麼 我說真的 很多 我們希望說 好好來處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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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處理好先去 之前 當然 有在關心 管保助攻和 河川巡守隊 我剛才 河川巡守隊 因為 在港裡 把一些草 裡面的分數 繞繞起來 想要這麼做 這 是不是 我們可以幫忙 幫助 讓他們 有這個 運輸工具堂 來拖拖拖拖 教長 你看 怎麼處理 這部分我們要了解 就是說 不管在河川裡面也好 還是在工具裡面 他們 自工出勤的時候 需要的工具 或是 那種工具 實際上 現在我們 就 這部分 剛才有很多議員 在關心的 都是個人的部分 不是接勤 或是工具 需要的工具 我們 這部分 我們分開來處理 了解 實際上的需要 好 這個團體 例如說 他要拖 把這些工具 拖拖 拖對一個 例如說 下屋或下屋 他要拖 這部分 教長你了解 好嗎 另外說 當然 我們現在兩千多人 你說 像你要騙二四萬 一百塊 要送什麼 有困難 當然 教長你會覺得 我是 例如說 分区 分兄弟 來買 有機會 有機會 環保濟工 大家都很辛苦 應當 要怎麼來通 他來買 要聽 做一次給他聽 做一次來買 我覺得 說 教長你對 環保濟工 冠軍 一百塊 錯過 開水就不好 好 好 另外 我聽你講 那個 洛蘇山 我們這裡 修分匙 在修 藝人關係 修得不夠 就修法連 有人在台北 也要載出來 我覺得 就這樣 大夫人 我說真是 我們洛蘇山 想辦法 來處理 例如說 勞動在台前山 那幾路架 在床上 跟高山上 舍下 洛蘇山 洛蘇山 威勞 後來 他有 另外 以前聽說 宜蘭河 或者水艦 宜蘭 宜蘭 保温 在宜蘭河 金色 大水 就中出了 現在還有 市場 新生駅的 河村 裡面的保温 已經都清清 宜蘭呢 宜蘭河 宜蘭 今六喀這裡 有一個 沿馬庄 但是那個沒有在這個河川用地裡面 因為布做好之後就在外面出來了 辨時園布 對 辨時園布 沒有在河川裡面 辨時園 辨時園應該也沒有在裡面 他就在金勒結營區旁邊的那些公遊地裡面 好 搞定了 我現在說二郎官有一個像這種本書山 應當我們要想辦法 我以後的新政府 我也在那裡打拼 就是我們議員 長久了都在關心 像這樣 我們在收到外面的本書 大部署這裡稍微稍微 跟川普市政策的經費 公所得幫忙 公所得到一堆新的新生地 乾淨了 不如說路動員把台進川放在河川 把廟名乾淨 那後來做怎麼利用 我看比較好 好 不如說說好 剛才你說的 先什麼卡 宜蘭 大卡 先這個 都在傳統式 這個也不一定 就這樣 我想跟新的環保室上 來做參選 這樣有可能 謝謝老議員 環保室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價位希望各館市去的新部 叫做三七礦山 就是說 在現有的煙脈場裡面 可以把一部分的本書清出來 但是這個價位裡面 是清出來裡面的融資 就是說可以更大的鐵證 可以供應 如果有需要 三星的時候 還要拿來做煙脈 當然這樣 不是一個很好的生活 就是說 他就 好好在那裡已經富裕了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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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有給出現需要的時候再去做掩埋 不過這個政策 環保室出來之後 我們也有去申請 各鄉鎮公所有沒有興趣 要去申請這個 城市礦山的計畫 這個是一個 現在環保室本身 開始在推動的一個計畫 申請是環保局還是各鄉鎮 鄉鎮公所就他們 鎖区內需要想要申請這個計畫的 由我們轉給環保室 市長 我們這個觀念應該要跟他們講 比較鼓勵嘛 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機會 這裡都清掉 這是一篇很漂亮的土地 我們福庫 一定要本所不夠 就收花蓮 當然是簽譽 我們沒有辦法 花蓮你要收 但是我們環保館自己本身 傳統這個本書庭 可以收可以解割 要解割掉 對不對 是 你們要打招 我們大家都 隨身看 是 什麼時間送的 好 謝謝劉議員 我們這個請黃建勇 黃議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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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 啊 局長 各位局長 各位議員 各位我們這裡的 同情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個議長 那個我跟陳榮喜議員聯合質詢 拜託你 再來我們陳局長 我們最近 好像有通過一個 後遇條例啊 第十五 第十二條 第十五 哇 這個後遇條例啊 裡面我看齁 他有一個條例 他是補助後遇稅 後遇稅 後遇稅但是 他是 對這些 用油的車量補助後遇稅 如果油電車的話 沒有補助啦 電車的話是沒有補助 啊 局長 你對這種的政策 你覺得 對我們環保教 對我們 我們一直在重視這個環保的問題啦 你說這個條例的通過 對我們環保的這個意義啦 有相對嗎 局長 你對這個條例 你看到什麼 好客人 今天一定要掌聲 謝謝 温議員 管 siitä把這部分 我老實說 我沒有去特別注意 國家水中的變化啦 啊 但是 從環保鏢的理由來說 就是如果国家有在税务上面的优惠或者是奖励 在面对整个非核家园或者是干净能源 或者是全球气候暖化跟温室气体的部分 的确在税务的运用上面 能够对这些不管是绿色能源干净能源 或者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产业 应该如果能够给他比较多的优惠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正面的这种改革 教授啊 感谢你 我看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你 我看你什么事情都有法度答 这个U百科这个东西 U百科去年这个以前的人 我就说樊部教的 你怎么会出钱 你哪有建设处的来设计这个U百科 我们务东丁和宜安市这两个 这两个起点的U百科的设置 当然 我那时候就跟你说 你樊部教授的浪费很多 你知道我们自行车率啊 我们去年一年啊 全国用官的做丹尾 我们的自行车率全国 我们宜安官成长率最低的 这点你了解吗 你有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是根据一个产业的评估 我们宜安市全国啊 自行车成长率最低的一个管器 当然U百科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 管理政府一直说 U百科是 重视反驳 所以才不来撒U百科 它重点是给你 定理反驳这个 这个改端 但是我感觉 管理政府那天 在做专 专题报告的人 他说是用交通啊 最最主要是 不来 改划我们劳动 和宜安的交通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 你这个专业 现在两千万嘛 后来没有投资到专业 这个专业啊 我认为 环保局啊 你开到很专业啦 当然你有钱 这开始没劲啦 都是管理政府的钱 但是我感觉 有一次 我跟我们空屋 空屋科的喔 客长我有 曾经跟他用电话联系 说我们 一个 环保志工队啦 为了一个 这个环保志工队的 这个设备 好像是 他的医学上 希望 我们整局啊 可以 15万块 让我们高典环保志工队 买一个设备 客长都给我们代言好了 结果听说局长你不 你不的意思是这样 你也解释一下 不是 不是 黄议员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今年就这个 医生的变略的这一部分 虽然有24万 但是 医生这24万 其实 专官的这些 制工队 在私用上面 其实是 其实是 很厉害的 在环保局近年的 基层建设 经费里面 只有 设备的这部分 已经有 改变这个 保守办法 所以 实际上我们也认为 如果 基层建设的经费 可以 把我们 道集园 用的来 替环保季工 尽量来 鼓励 他们 购置个人设备 或者是 背心 一些 这个部分 我刚才就跟你说 你很回答 因为 你这24万 你都保守在 他的 活动 费用 可以 经商费的支出 是不是 我刚才听到 医生跟你说 你都 补助在于一些 活动的费用 你完全都没有 顾到 反复自账 他的安全性 和 他的需要性 他的安全性 你像 他没有 求东西 他的出外 费验 对不对 求东西 这些工作 这些设备 绝对有 需要用的 所以我 我希望 主席 列出记录 希望往后 往后 環保局 对于 環保志工的 补助 或者是他的 他的 教育费用 补助费用 应该 以资本 为主 你不要 你 你 教育以外 你就用 主席 你不要 减少 我们就不能用 减少 你们可以用减少 你的看法 黃議員 那个 这样子的 决议 反而更不好 执行 因为 说实在 黃議員 所建议的 这部分 是最多 在他们 会計的认定 也不是 主席 也是减少 是减少 你外套 不是减少 也是减少 对啊 减少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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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要一定 金鸟以上 才是主席 多少 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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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 我要说 连续的问题 最近 今天 也有議員 说 大家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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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酒這部分 不是麻醉以為 所有的違規情形都是這樣處理的 標準的做法就是 你發現裡面有環境 衛生髒亂或者是應該要清潔的部分 沒有做 我們要求他做 如果他沒有做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始用開發單的方式 那有法嗎 我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所以就有這種公共領域 包括水 沒關係 你說我發 你有先去 要求我們改善 你要要求他改善是 多久的時間 你說我今天要求你改善 馬仔同樣要發嗎 我們會給他一個一定的時間 應該是差不多 改善的期限多久以來 順利要求改善 我們一般都會給他 大概三到五天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讓他把他清 五天三 我第二天還要說 還要發嗎 可以 這個可以 要發喔 你就都沒辦法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譬如說 那個要求他改善 他今天去清了 清了之後 可能過一時 那你聽不下去 你說的意思 我認識 這樣聽不下去 這樣不行 你這樣怎麼改善 我怎麼改善 你像老百姓 我就 你讓我改善 我今天 可能有什麼違法改善 我改善我這裡 今天的動作我 我就今天 今天的行為已經完了 你讓我改善 我就不要做了 我馬仔繼續做 要發不 你聽我意思嗎 你今天叫我改善 但是我今天 停止我的行為 我明天 再從我的行為 要不要發 我剛才說的 那個是一個狀態 就是說 這個本書 就明明等你 等一星期 你先問清就沒清 時間 就是 我看起來就是他 同一批垃圾已經 那不是一樣 你跟行為 不是一樣 你跟我說這個行為 我今天 我已經停止 我就沒做 也要再做 那是一個行為 行為跟不行為的問題 那就是行為 你今天 今天 你有可能 水流到這裡 這裡的管理 流到這裡 馬仔水流到 他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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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一樣 髒亂 時間也夠了 你如果對水利費 太好了 你對樓邊的時候 太可可 所以我要求 要求 對 工單位 或是 自然人 要一樣的 態度才可以 你這樣 水利費 什麼 環保譚 我們要求他 清理 所以說 我是覺得 你們對水利費的要求 對我們環保濟工 沒有提供一個 很舒適 很好的 讓他們 工作的 設備 所以 帝師 我們總委 是因為我們總委 最重要的 連你們水水 水肥 全關的水肥 都去我們總委 海外總委 已經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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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有需要 政策嗎 這個部分 真的是 對中委 的 鳳頭水域 對中委的 環境 是最上次 應該要更加強 來改善 中委的 特別是水的環境 因為三甲水到六月都在縱委來 連打卡那邊 縱東第一 第二 都在縱委 三甲水頭這裡來 實際上是要特別加強 記者說的 補助幾萬塊說好 你就跟台條說這個 你就記者說的 真的有名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那個對承論黑煙的檢查的辦法 當然我不知道說是誰人在檢查 好像這些檢驗檢驗檢驗 我們感受通過一個檢驗檢驗檢驗 他的資格審核沒有嗎 總統幾個在檢查 我想委員應該在說的 就是我們那個 柴油車輛動力劑的檢測的那個 汽油沒有啊 汽油怎麼檢查 汽油其實一般的檢驗刷在民間檢查 我們從補助沒有檢查 我們檢查是柴油的 柴油的嘛 柴油這部分在現場 那部分我記得好像有三個 三個這些工作人員在做操作 他們就要做這些 檢驗檢的過程 其實都有經過分聯和組織 他們是違外的嘛 是 我記得是違外的 這檢測站是違外的 那檢測站如果是違外的話 那他們 我們才會公平 違外怎麼會有公證嗎 違外的公證性就很奇怪了 違外我 我改油熟了 你違外你就油不要給我這麼大欄嘛 我想他們還不敢這樣子啦 因為他 是你說 不敢 我想你補助五萬你就敢了 你局長就敢了 現在那裡那裡 沒有什麼證據 台外的證據 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 其實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車子司機來這邊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是這個 那個會有 相關的這個意見 那我們在現場 其實我們也會 有這些所有的錄影 跟他 檢測這個過程裡頭的數據 所以 如果 黃議員有發現說 我們的 人員有不公平 或者是 有放水的嫌疑 那個 也協助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會 我們這 都不會允許 協助幫你們看一下 你要在開玩笑 有消息 可以讓我們知道 還有 我看 給你說一下 來 陳昂審議員 你好 感謝 教長 我要請問你 我們 五節垃圾也埋場 五節垃圾 五節垃圾不可以 五個代表會去檢查 現在警察情形怎麼樣 你算不上嗎 謝謝陳議員 五節 五節的這個 代表會 提的那個事情 是 五節公所發包的那個 他的這叫做 空品進化區的直樹的那一區的工程 那那個工程現在就工程發包跟執行的監督以及有去現場挖那個裡頭掩埋的這個可能出現的廢棄物這個部分 那個 調查局是不是還是 調查局跟檢察官 那個調查局跟檢察官就五節公所他們執行這個案子呢 已經進入偵辦當中 進入偵辦當中 裡面的廢棄物是爐渣嗎 不是 都是爐渣比較多 裡面的廢棄物我想請 那個那個 好沒關係來 你去 話局長請坐 陳議員那個 跟陳議員報告 就是那個案子的那個 挖儲的那個 樣本啊 廢棄物樣本是有送 環境檢驗所去檢驗的 有檢驗它的成分 那它的成分跟那個 爐渣的成分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判斷它並不是爐渣 就是黑色的一個燒 燒捷物的東西 有去行政院環保署的環境檢驗所 那是什麼東西 因爲它是非法棄制的東西 所以 假如沒有做一個比對的話 是不知道的 目前因爲 還不知道 對 五節相待會 那是中金屬汙染嗎 屬於中金屬汙染嗎 還是沒有汙染嗎 他在 他也做過 就是五節相公所也去送驗過 這個 毒性榮出試驗 那它的重金屬是沒有超過 那個 有害事業廢棄物的認定標準 沒關係你請坐 局長 要跟你說的意思就是 當初第一時間的時候 如果你說 這個沒有汙染物 你就把五節相公所也去澄清 其實五節代表會 認為它的東西 掩埋的東西 就是 有屬於汙染的東西 所以說 有時候 你不可以去拿人爭辯 我覺得這時候 整個在偵柴過 那也是你們環保局在中榮 可能那時候 你不是做環保局長 也不一定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做那個富裕的計畫的時候 是不是你做環保局長 是不是 是嗎 還是你種農的 你知道這 但是你是怎麼去澄清 我希望 你對這個 你也是要去釐清清楚 還有一個包裝雜誌 再說的 我們的路面被爐渣污染 廢墟 或是還有一個 郊室的停車場 在哪個地方的停車場 都被那個爐渣污染了 那錢有什麼 你也可以說一下好不好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那個 那個 羅東鋼鐵所產生的 這個爐渣 經過玄龍的 這個在利用廠商 流出去的部分 我們前前後後 有一些掌握 那有一些是民眾報的 那我們去現場看的時候 沒有發現實情 有一些是我們去現場看 的確它有氣質 或者是掩埋的情形 那現在目前 還在我們掌握當中的 那個蘇澳有兩塊 那那個東山這邊 就是這個 應該在榮德工業區裡頭 還有兩塊 那其他的部分 那個陳議員特別 有提到的 礁溪的停車場 那個部分 我們去檢查的結果 那個 並沒有發現 這個 玄龍的爐渣 流出去的情形 會倒壓 為什麼會贏 那個部分 其實應該是在 那個時候 那個玄龍的這個 這個爐渣案 那個社會上面 那個有 有揭露 所以民眾呢 特別有注意到這節新聞 所以他們在周邊 有看到說 這個很像 那跟我們做 跟我們做檢舉 也跟這個 媒體做這個揭露 那但是我們去 查的結果呢 那個 我們其實沒有看到 這個 郊西這個部分的 停車場底下 有這個 羅港的爐渣 對於 玄龍 承包 承包 羅東鋼鐵 他們的爐渣 他現在是怎麼處理 現在是被他處理 現在怎麼處理 玄龍已經 玄龍已經 就是 這個公司 第一個 他的執照被我們撤掉了 他自己本身呢 也 那個公司也結束營業了 那現在呢 他原來租的兩塊地呢 都分別由地主在做 這個清理 清理的工作 那 有當初有跟玄龍買 爐渣的 拿去埋他們的土地的 蘇澳的另外兩塊土地呢 那現在也陸陸續續 他們在 提報這個清理的計畫 清理完畢了沒有 有一塊已經 清理完了 那 那個 我講說 有外運的 蘇澳的那兩個呢 還沒有清理完畢 那現在他們的爐渣 都放在哪裡 現在不知道哪裡 你說的是這個 羅鋼鐵啊 羅鋼鐵呢 現在都沒有出廠 沒有出廠 那他放哪裡 放他的廠區 他廠區有覆蓋還是什麼 他是 刮風下大雨 會不會伸透到 那地下層裡面 我們對這個部分 非常的注意啦 可以 可以這樣放嗎 他有一部分 合法嗎 這樣合法嗎 他有違法的部分 違法的部分就是 那個 還原渣 應該要 應該要有覆蓋 不能夠露天出存 不是啦 他也要讓處理公司 是要外運到外線市 人家去處理還是什麼 對 這個部分他還在 這個部分他還在 尋求後端的這個處理機構 幫他處理 但是 還沒有出去之前 他存在廠區 就是我們就要求他 應該要做適當的這個 就放在那邊OK嗎 可以嗎 您存他 您存他 目前為止 您存你也就對了 是 這個他怎麼去存的 有什麼那個條件呢 就是堆滯 堆滯 堆滯而已啊 他無限的去堆滯吧 不行 不行 你怎麼處置呢 你也有一套計畫出來 對 所以這個 現在一套計畫是什麼計畫 你也要說 好那我請馬科長 就羅剛爐渣堆滯的情形 跟陳議員做報告 我跟你說啦 沒關係啦 我也不想知道了 在整個宜蘭縣有多少的廠商 產生的爐渣的廢棄物 現在他們的處理的情形怎麼樣 各來的他們日報 或是日 每天出產的那個爐渣 或是月報 總共總量多少 現在他們是怎麼去組織 要怎麼來做 是外運還是原地的堆滯或是怎麼樣 那堆滯內容是他們怎麼去回饋機制 要怎麼來做 是不是在縣政總執行的時候 不是 在宜蘭縣所有的那個產生的爐渣 廢渣這個問題 好 市長是不是那個 指揮列入紀錄 好 要求事項 要求事項 再來 我們農德工業區 有幾個本書在裡面 市長 陳議員所謂的步驟什麼 指的是什麼 人家堆滯的一些事業廢棄物 什麼 長年沒有去做 農德工業區 事實上還是有一些再利用機構 它其實是在處理的 現在有在處理嗎 唯一有原來在那個農德工業區裡面 那個原來叫做東宏進的這個處理廠 他們有堆了一些隔壁的土地 以及那個租來的土地上面 那個原來進場沒有處理的部分 大概有兩個 有三個地號啦 那大概有兩堆的這個廢棄物 目前還沒有處理 那現在怎麼去 他們現在沒有在處理嘛 你公信你做嗎 因為他接手的單位 那個現在 那個到底要不要 重啟他這個焚化爐 就是東宏進或是叫做傑森這個焚化爐的這個執照 他不清楚 但是 那個之前東宏進留下來這兩堆的這個廢棄物 那個清楚的責任就是現在 接手的這個人 他必須要去清除 我們已經那個責任他必須 那個 那個 那個提出這個清理計畫書出來 那時候 那時候要清理完畢 他 他現在其實還沒有提出這個清理計畫書 那時候要清理完畢 我告訴你觀眾是怎麼樣 讓廠商 那多久了 那都要多久了 那兩堆就總共有多久時間了 那堆可能堆有幾十年喔 本來不止啦 怎麼會只有六七年 有固的時候 有固的時候 那多久時間了 那多久了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那是怎麼去堆滋在那裡 沒關係啦 局長 你把堆滋情形 是哪時候堆滋 堆滋什麼廢棄物 他一般有固 我可以說 現在要是說下雨的話 滲透在地表裡面 我覺得我們的雨水 我們的地表水要清掉 對不對 你把…你把…你告訴我 你把…你給他那個… 那個地表 就是整個廢棄物 他們當時要開始堆滋了 現在要怎麼… 新接熱的廠商 他要怎麼處置 你們就一套計劃出來 你們要怎麼持續的 那是可以去連續罰法嗎 你們就去罰了嗎 蛤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要求他 限期提出計劃 這個部分他們被罰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可以一併提供出來 給那個陳議員知道 就是有關於從東宏進 到東宏進的這個場 沒關係啦 你堆滋幾年 我們人出來也沒到那裡了 我也覺得你指引情形 要你黃布教做假的 在那現在就是讓他們在那方會 那不去覆蓋什麼都沒有 這個部分的這個處分啊 或者是要求的情形我們送給陳議員知道 我心裡會好的時候 我先了解一下 到底還是說我們來找一天來會看一下 好不好 我們找記者去看一下會看一下 看不見我們來處理啊 局長 心裡去找個時間我們等一個過來 哈 好 請問第一次紀錄 好 要求四項 你要再說 你要再說 還是我再說 你站那麼久了 不好意思 我請教你 我們去年有一段說 那個回收啦 回收一些空瓶啦齁 這些東西一段沒有停下來 哇 有一段說 那個預算已經沒有預算 中央補助館沒有了 停下來 阿不然你們都怎麼做 停下來就沒收嘛 沒收後面是怎麼處理 我們這個年度 因為以前通過之後 我們又開始 請公訴配合 其實停下來時間 並不久啦 大概三個月至四個月 所以年度開始以前 我們又開始 要求鄉鎮公所持續辦理 有增加了一部分 是像這種 鐵類啦 或者是 保特瓶類啦 塑膠類的 這個部分的回收的 這個保證 收收收收收購這樣 欸 我 我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 為什麼 會停下來 停下來 他們這些 屬於比較低收入 這些回收 回收的自然人 廠商怎麼沒關係 廠商怎麼沒關係 廠商他就 做回收的廠商 大部分都有辦法生存嘛 最主要是 回收這些自然人 這些比較艱苦的這些人 你把它停三個月 停下來之後 小小的鐵圖面刀 沒辦法做 所以我覺得 停下來 這個 這個 這個行為 這個動作 是不可以有的啦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小小的停下來 既然環保的工作 這麼重要 你怎麼可以說 縮一縮 跟中間停下來 你們今天不要收了 他們這個 第一個 他們的生技有問題 再來 你中斷整個環保的工作 這很奇怪 所以 這點的工作 我 要求局長 要做到工作 不能停下來 這個我們來檢討改進 檢討改進 不能再檢討 你檢討 檢討 到時候 檢討討 沒有錢 沒辦法 這應該是 用二倍金 什麼 人家最主婦的 把館長說館長 沒繞開 這絕對要 持續性的做 不能這樣停止 到時候二倍金的時候 也請黃議員 多支持我們 二倍金 你假的說 其實 你們現在可以 錶割而已 你們不會過 我怕錶割而已 你們魚養下去錶割而已 這 有三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東西絕對 不能去種植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對於 對於這個 這個二行程機車 還是說 補助電動車的 金額 不管中央還是我們 中央政府的補助金額 我希望 教長你 可以 列一個表 讓我們這些議員 沒有 中央補助多少 電動車 電動自行車 電動機車 好不 補助的項目 及補助的金額 中央跟關的補助多少 因為 你這樣 你 裡面的工作報告裡面 沒有寫入中央補助多少 你好像寫我們關的補助多少 好不 我們來列一個比較清楚的表 好 清楚的表格 來 分了我們大家議員了解一下 好 以上 來 局長 那我們現在 線內不可燃 阿哥來爺揮渣 現在你們怎麼去處置 你們怎麼去處置 那個陳議員講的是 那個 就是底渣 是不是 對 底渣 就是焚化爐本身的底渣 那 焚化爐本身的底渣 我們是 因為 那個 它有兩個 兩個 處理方式 一個就是 試驗性的這個專案在利用 那 那個部分就是 做成這個 水泥的添加料 另外一個就是 水泥添加料 你是拿去後面還是 在我們本縣 還是廠商 那個廠商 就是水泥廠 水泥廠 是我們本館的水泥廠 本館的水泥廠 那另外一個 那是拌荷廠還是 那 不是 水泥廠去 它拌到水泥裡面 不是 是 作為製造水泥的 添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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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水泥 裡面 另外 那是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大量的 其實主要的部分 還是委託 這個 剛才陳妮媛所講的 就是它再利用那個部分 它變成骨材 添加在混泥土裡頭 不是水泥 混泥土 所以它是去製作這些 不管是 這個輕質的 這個混泥土 液柱 或者是可以使用的 這個 那個 管溝的這個 鋪底的這個部分 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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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要變成這樣 那灰灰的部分 我們也分為兩個部分 灰灰就是 就全部都是固化 灰灰的固化物的處理的部分 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我們宜蘭縣 自己的 垃圾的量 所產生的灰灰 那這個部分的灰灰就是 灰灰固化物 就 那個 蘇澳掩埋場掩埋 那 有關於花蓮送進來的垃圾 所產生的灰灰的這個部分的數量 我們就 由花蓮縣政府 付款 那我們用這個委外處理的方式 那他們 全國這個部分 他們能夠 能夠這個 接受灰灰固化物的處理的部分 只有 一家還是兩家的這個廠商 所以我們 最後得標的是高雄的一個廠商 是運高雄去做掩埋 對 現在 你說花蓮對不對 花蓮他們的灰灰 再來外縣市的灰灰安地帶 再來這一方面 那是不是他們搶的 本身要去處理 灰灰的部分 那是我們在處理還是他們在處理 合佑管是我們處理 合佑管是我們處理 合佑我們在處理 結果我們處理的量多少 我們 我們處理的量 就是 我們現在把花蓮貢獻的部分 大概 20%左右 就是 垃圾裡頭 沒關係 外縣市 外縣市 外縣市他們收的灰灰 他們的量 現在目前 我們灰灰的處理的部分 就只有 那個 我們縣政府 那個 因為我們是賈方 賈方的灰灰的處理的這個部分 就分為 花蓮的部分 跟我們縣府的部分而已 要這樣 外縣市的部分 他們自己收的 那也是屬於我們的 對 但是在合約裡頭 是我們處理 那怎麼算是我們的呢 你現在在裡面 你阿公就是說 灰渣 你們灰渣怎麼去處理 呃 陳議員 那個 焚化之後呢 出現兩個東西 一個叫灰 一個叫渣 那 剛才提的 前面講的這個叫做 爐渣 你說拿去做 水泥製品 那類的水泥的定價物 叫做 跟混凝土的骨材 全部喔 對對對 全部喔 我奇怪 那灰的部分就是 灰灰固化物 局長 你真能說什麼話 你如果本縣不可燃垃圾 及 灰渣則交於 目前上餘的容量 的衛生園賣場 包括書 武捷三星 武捷三星書 農橋的容許量都是 都超過的 你如果經過審計事 也幫你糾正 你要去申請富裕計畫 什麼 不可以放這些東西 你怎麼放在那裡 你現在還在那邊呢 喂 教長 你怎麼亂說話喔 你不可以這樣說 陳議員可能 那個 你的文字上面的閱讀了 那個 有一點點混亂 我簡單再做說明一下 我還念不你聽了 好嗎 我知道 我聽得懂 我還念不你聽了 我們宜蘭縣還有三個掩埋廠 對啊 這三個掩埋廠 這三個掩埋廠 這三個掩埋廠裡頭呢 只有蘇澳的掩埋廠在放灰灰的固化物 早期呢 我們有一部分的灰渣 就是這個底渣的部分 現在還是放那邊嗎 沒有 現在沒有了 現在放哪裡 現在我剛才跟陳議員報告過了 底渣的部分呢 已經都尾由這個專業廠商拿去做混泥土的添加料 那三個掩埋廠裡頭 那三個掩埋廠裡頭 那個部分叫做不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跟灰渣是兩件事情 它兩個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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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不可燃及灰渣 欸 這是你們的文書而已 我給你們說灰渣 我來說灰渣 對啊 灰渣就在這裡 你們裡面說灰渣有什麼灰渣 我剛才給你們問說灰渣 你現在灰渣說我拿去做水泥場的添加物 你們就拿去圓埋了 這邊是圓埋耶 圓埋的部分 包括不可燃的垃圾 就是像那個胡椰 我現在要給你們問灰渣 灰渣在哪裡 那衛浴設備呢 它就不會用在蘇澳 因為蘇澳就是專門指純灰灰固化物 你如果說文字錯誤 你去修正嘛 你要把我們灰渣 我來說這灰渣很大 我想那個陳議員你繼續仔細看齁 應該我們那個 或者是如果不清楚 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 我不懂啦 我不懂是怎樣 酸的也埋藏裡頭呢 像三星 它就不會去處理灰渣或者是灰灰固化物 對啦 不是啦 我跟你講講 那它就是不可燃廢棄物 不可燃廢棄物 我現在說你三個 對不對齁 不可燃廢棄物 是放在三星 還是五星 我不知道 我不管 你灰渣放哪裡 灰渣這個部分我剛才已經花很大時間 那個陳議員問的部分 我已經講了 灰渣 底渣的部分 我現在跟你問說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工作報告書 你有看過嗎 有有有有 哪個課長現在你手邊上有沒有這個資料 這誰處理啊 灰渣誰處理的 請說 局長你坐下 那個 你的工作報告你看 再唸一次給我聽 報告陳議員 我們這裡是說 本線的不可燃垃圾及灰渣 是交由那個 線內的掩埋廠三個掩埋廠 營運中的掩埋廠處理嘛 對啊 你們局長說灰渣不在這裡面耶 灰渣是含非灰穩定化物 跟底渣 你灰渣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你們傳的名字那些都你們說的 奇怪咧 就是灰渣有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非灰穩定化物 一個是底渣 那底渣在再利用之前 也是有進掩埋廠的 所以我們的三個掩埋廠就是總共處理的 底渣在哪裡 進掩埋廠 對 底渣在再利用 局長剛剛講的是說 在利用的時候當然就全部 委託那個合法的在利用公司去 在利用嘛 就沒有再進掩埋廠了 然後之前的底渣跟非灰都是進掩埋廠 那目前是 我們本線的非灰是進我們本線的掩埋廠 那花蓮的非灰的部分是 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的灰渣呢 放哪裡 現在灰渣就是我們剛剛局長講的 就是有分好幾個部分 底渣的話 你們是做啦 我看沒有啦 我跟你說啦 灰渣 底渣 現在我就覺得你們的文書報告裡面 這跟我說得很清楚 放在野賣廠裡面 我希望我做夢想你去查查 到底你們是怎樣 欸 你們跟廠商四箱收拾喔 中市主任 你把詳細報告 我跟你說 灰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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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這一些專有名詞 到底怎麼去處理 你要去了解 你當時要發這個報告 那時候 灰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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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有毒的廢棄物 到底拿去哪裡 中市 你沒有辦法查清楚 報告議員 有 查清楚之後 有書面的話 回報議員 包括現在盧渣放在 露天 可以放在那裡嗎 可以去放置嗎 再來現在整個那個 我們堆滋在農德場裡面 到底 環保局這邊違反的情形 一一的舉報出來 我們環保立憲 結果我們垃圾山好幾堆 在整個我們的爐渣堆滋在外面 下雨天 雨水滲透在地下水裡面 怎麼辦 你們都沒去做 環保局長 我不知道要說的 我們環保立憲你在做什麼 中市主任 有 我剛才說的 鄉下情形 我跟你說 在憲政總執行的時候 有辦法分析嗎 詳細資料 是的 沒有問題 查不清楚 繼續去查 我希望你要往上查 我覺得 好謝謝 我們繼續請江碧華議員 請江碧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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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開始 好主席我們的處長還有我們的科長 以及我們議會同仁還有現場所有的聯絡人 無安 好 你好 那我這邊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局長針對環保的這個議題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們的固定污染源跟移動污染源 這個就是空氣污染的這個部分 我想請教的是像養豬戶的污染是屬於哪一種 那個養豬戶的部分是屬於固定的啦 算固定的 所以算固定的這種它是固定時間排放嗎 不是就是它污染的樣態是在固定的地點的 對 那移動的是像車輛就是移動的污染源 是所以它算固定污染源 對 那麼針對一般的養豬戶 因為通常就是說在整個住戶裡面 尤其目前我所聽到的就是說有人來檢舉的部分 比如說像我們東三鄉那個梅林路的那一段 它這個養豬戶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去做檢驗檢測 那個養豬戶出現的污染就大致是兩類啦 一類就是污水排放 那污水排放也會產生臭味 另外一個就是臭異味的那個污染 那我們去現場看的時候這兩個部分都會看 都會看 但是因為臭異味的這個標準 那個法規規定的非常鬆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去現場的這個臭異味的部分 會在現場做判斷 如果呢這個部分的這個臭異味 那個沒有這個超標的疑慮的時候 但是事實上 所以它的標準在哪裡 還是很臭啦 因為以那邊的住戶來講長期這樣子 在聞到那個異味的 到底你們是如何去判定 是多久去檢測一次 那個臭異味這樣 像這種這種臭異味 它的這個叫做臭異味值 就是素質的值 那個規定上面 在96年以前的這種固定污染源 它的臭異味值是50 但是 其實我要講的 我都了解那個局長 我現在要講的是 以附近的住戶來講 長期這樣聞到那個惡臭 對我們的人體的健康都有危害 那你們去檢測的時候 都是等他們沒有在排這個污染源 比如說他們大概是傍晚時間 這個惡臭是最嚴重的時候 你們都是什麼時候去檢測 早上 是不是 特別早這樣的時間 應該是這樣子 是檢測的時候呢 是有開罰呢 還是只是做警告的方式 那個我把剛才的事情講完 我說那個法規的值是50 但是人的鼻子呢 他在10的時候就聞到 而且那個濃度再繼續增高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 所以那個臭味這個部分 對人能夠感受的值其實很低 但是法規允許他的值很高 所以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要測到 收到他的空氣樣本 值要測到50以上呢 才能夠對他開罰 所以那個這個問題呢 其實在宜蘭很多地方 我們都知道一直有這樣子的爭議 所以這個是屬於感官上 嗅覺上的嘛 那假如是他的水質的部分呢 水質的部分我們就可以馬上採水 驗出來 如果有出現這個超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這可以處罰 因為我們自己住東三鄉 我們都知道 那個區域就是這樣長期排放 所以以你們目前啊 除了人家檢舉以外 你們已經在那邊開單開過幾次 對於這個養住戶啦 對 我們比較屬於定期去那個 機查那個部分是在水屋啦 因為他就是排定固定的時間 那那個到歷行機查 你們要去檢測的時候是有事先跟業者說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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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能不能給我列表一下那個你們當時去檢測的時間 可以可以可以 時間還有什麼時候多久去檢測一次 OK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定期的機查 以及民眾檢舉去做的機查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記錄 我一直很想了解 那邊有沒有開發過 從以前到現在 從以前到現在 沒領路 沒領路的 完全沒有 應該是有啦 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曾經還看過一次在那個 水浸那邊就是有有豬 有豬隻死掉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曾經也有那個 那附近的居民有來通報 是 也來檢舉了 我是不曉得有沒有開發過 沒領路 完山那個地方 你知道是哪一家 所以這個部分 那裡有好幾家 好這個部分你們再把那個一併給我好不好 在那個定期會一併給我一下 然後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辦理環境水質跟那個監測的工作 其實我們這個檢測工作 應該是每天都會做檢測 還是多久檢測一次 欸那個 醫院所提的是河川的那個水質檢測 對水體跟水質的檢測的部分 那個是定期檢測 那並不是每天 我 有固定的位置嗎 比如說海域啊 河川啊 水浸啊 因為它必須從河川的上游中游下游 固定的檢測點 那一個月呢 會去抽驗一次 然後會知道說 因為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整年的變化 因為這個是水質污染 所以你們有沒有那個例行 就是說你們每一次做檢測的這些表列 是 如果那個孫昌議員 對 還是下次你們要檢測 可以跟你們去嗎 可以可以可以 OK 那就麻煩我們局長 那這邊因為上次我們綠博剛結束 我都知道就是說 環境教育的裝案之一話 或者是環境教育的這個 就是我們會規定公務人員 還有學校的老師跟小孩子 都要去學那個環境 環境教育的部分 我所了解的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每次去參加那個綠博 然後就有一個環境的就是 好像要去刷卡是不是 那個是怎麼處理的 那個部分就是環境教育時數 我們宜蘭那個規定這個學生 或者是公務員都要每一年至少八小時 我們全國的法規是一年四小時 所以我們宜蘭縣是非常鬆散的 針對這個環境教育的部分 八小時是比全國高兩倍 八小時是很多時間 可是他只要有去參加綠博去刷一下就通過了 所以不用刻意做一些演習還是上課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宜蘭縣辦的綠博 就是很多的公務人員跟學校都會去 對不對 但是一過去只要在門口刷一下 這樣子就八小時就通過了 還是四小時 他必須到館裡頭去呢 參觀完之後在那個點裡頭 那個祭典 所以其實並不是 對 宜蘭綠博呢 那個局長宜蘭綠博的話大概 可以去通過的話大概可以幾個小時 有幾個小時 假如有去的話 四個小時 所以四個小時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檢討過 說實在我 說老實話 如果老師 當老師的人 他只是去刷個卡這樣子去拿時數 我覺得 就老師來講是不及格 因為老師 所以應該要怎麼檢討 還在教學生 所以老師的環境教育時數 應該要比較深刻的去參與 我們吳老坑那邊有一個環境教育中心 他其實有提供比較充足 或者是完整的課程 讓老師來做這些相關的這個上課的訓練 如果只是綠博期間去點一點 我相信應該那個是給小孩子做這個環境時數的累積 老師事實上應該要更深刻一點 所以在這裡我真的希望我們的環保局 針對這個環境教育的這樣的一體也好 或者是課程的時數應該再更認真更用心一點 因為我覺得老師每一個就是到場館就刷一下就OK了 然後我曾經去問他們 我說你們刷這個什麼意思 他說就是要趕快把時數弄完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對於我們宜蘭縣的環境教育來講是不好的示範 而且小孩子也有看到 那小孩子也有那個時數這樣子 對 不過我會覺得 老師其實他可以得環境教育時數的機會非常多 其實他不需要到綠博這邊拿綠博的環境教育時數 可是全部宜蘭縣的老師只要有去那個綠博一定會去刷 這個就是要檢討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環保立線 所以我也希望說我們的環保局針對這個部分 再花一點心思看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我們的教育的現場的老師 能夠針對這個環境教育能夠琢磨更多 好不好 我們這個地方再加油一下 這邊我們上週連續地震 我想環保 OK 好 那個環境 那個環保局地震 就是說在土腦液化的這個區域的狀況 有沒有進行追蹤 對不起 那個土腦液化的部分是建設處在處理 是建設處 這個環保局沒有管這個結構安全的部分 OK OK 好 那這個我就 以上以上 等一下沒關係 這個比較 局長 我看今天大家很熱衷 就是討論我們關心我們宜蘭縣的環境等等 那我要請教 在之前三月份臨時會的時候 針對我們宜蘭縣內有八個這個掩埋場的處理的現況 那其中的這個八項裡面就是延山 我不曉得現在延山的處理是狀況怎樣 謝謝江議員 那個上一次的這個臨時會的時候呢 包括江議員還有兩位這個陳議員跟孫湯議員 有提到圓山轉運站的這個事情 我們會後其實跟圓山做了非常嚴肅的這個要求 就是說第一個他不可以再繼續堆放 那要求他能夠如果能夠清把原來沒有沒有 因為轉運沒有清乾淨那個部分盡量把它清出來 那在那個過程裡頭我們其實也要求他那個 就是給予開發了 那圓山相公所有提了一個改善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正在輔導他看怎麼樣子繼續把這個 在載點的這個部分的圓埋場能夠改善完成 我想坦白講這個不管是圓山衛生 這其實在早期 本席在當市民代表的時候 宜蘭市的垃圾場就是藉用這個地方做為這個臨時的 是用堆製的 那我想他也不是如你們所提供的照片 只是一種好像什麼轉運站 這個都坦白講 垃圾的時候宜蘭市公大家各鄉鎮 就直接的代碼了就直接送到我們五節的 混化了就燃燒了對不對 有一些是資源回收再利用 或許做一個轉運站還可行 但是那個是我想你到現在你有沒有去過現場 那你認為這種的落天的整個垃圾 堆積到從山下堆積到到山上 這種堆積這種像如高山一樣的 我想你說要盡量改善 對於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收一堆操埔也好 還是說本書不消心處理也好 你們的環保局拌到一開 連那個輔導期連都說改善期完全沒有 那對於都是機關 尤其在這種巴座裡面 你剛剛說四萬野蠟場去做的是 揮招的處理場 我請問一下 難道我們這些的垃圾野蠟場 是希望來做一些的這樣子一個處理場嗎 那其他的 我們一些的已經做一些護役的 有一些說完工的 但是 為德不足 想像啊 這是說你這個環保局長 我不曉得針對我們宜蘭縣 這些的 不管是失業會區戶 匣內 或是縣外 送達到宜蘭縣的 我們那個 合法的文化樓 只有五節文化樓 那這些的水泥場 這些的文化樓 當然是 不管是環保史 或是說開放 作為一些的 有效的資源 再回收再利用 其實他們是只要 這個不是他們的本業 而只是用戶業 那現在有點 導致啊 造成之前 我想 不管是雅尼事件也好 很多的海岸線 很多的建築物 無論 他們的一些的 會造成 安全的結構的問題 當然這個不是你的前者 你只是追蹤這個 垃圾兩個字 但是反過來 你本身也是建築師 應該有這種建築 這方面的安全 結構安全係數 不管是建築的材料等等 我想你這方面是有專業的 那以宜蘭縣 縣長來重用你 從教育局長 改為環保局長 就是要借用你的長才 我們宜蘭縣內 坦白講說環保立憲 環保立憲 環保立憲是什麼環保立憲 就是把所有全國的 本手 我們上來 我們宜蘭縣 不管是會農劑也好 剛剛所說的什麼灰渣 自己造成的灰渣 產生的灰渣 或是灰灰也好 或是爐渣也好 甚至有毒的 這些公衛區裡面 有毒的 你們是怎麼追蹤 難道只是用一個固化 然後就像你是緩和吧 對不對 我們緩和也是一樣固化 要去掩埋 同樣的道理 這些的東西也把它掩埋 埋在我們宜蘭縣 這些的轄區內 對於我們後衛大 是好嗎 局長請教一下 的確是那個 如江議員所說的 事實上我們那個 從生產使用 到最後變成廢棄物 廢棄物再去做處理 會產生末端不斷的有 延伸的廢棄物處理 雖然那個體積越來越小 但是它的濃度越來越高 那其實目前為止 垃圾焚化之後 最難處理的就是 灰灰固化物 灰灰固化物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一個 再利用的法規 所以我們就用掩埋的方式 其他的部分能夠再利用 就盡量再利用 但是也誠如江議員所說的 就是我們的水泥廠 本身在生產水泥的時候 它除了添加料來協助 這些廢棄物的再利用之外 其實它真正比較需要注意的 就是水泥成分 是不是達到國家標準 就是裡頭的含氯也好 或者水泥的配比 或者水泥的產品 這個是經濟部在管的 另外一個就是爐渣 它可以當作是裂子混凝土 或者是非結構性的 混凝土的骨材的添加料 那這個部分就是 剛才有回答其他議員所提的 就是它是放在這種管溝 管道或者是水泥製品裡頭的添加 過去新聞媒體有爆料的 就是說它拿了那種不穩定的爐渣 去當作骨材放到混凝土裡頭 結果因為它體積膨脹之後 這個混凝土本身就會膨脹 會有裂縫或者是長豆子這種 這種其實是的確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在整個 那個再利用過程裡頭 那個沒有管理好的那個部分 那也還好我們縣內其實還沒有發現 有加到混凝土裡頭 這個不穩定的這種爐渣 那所以我想這個對縣內的這個水泥場 它進了什麼樣子的料 進去做添加物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有一直嚴格的在監督 我們優先要求他們 先處理縣內其他廠商所產生的廢棄物 再利用 這個部分水泥場也一般都會同意 我們優先處理縣內其他的廠商所產生的廢棄物 局長你請坐 你請坐 當然底渣進入到水泥場以後 他自己他們因為為了他後端的這個產品的這個品質 他一定會嚴格管控了 但是對於我們 並沒有進到水泥場的這一個 不管是灰渣或是底渣或是灰渣的 或是灰渣的固化物這些東西 到底放在掩埋場裡面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後遺症 因為看到我們在這一個我們的環境檢驗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水泥的檢驗 但是我並沒有看到我們在這一個有所謂的土壤的 這一個檢驗的這個數據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我們宜蘭縣政府講究的是有機的栽種 那這種有機栽種每一個這一個農民小農 他在種這有機的植物的時候 他遵守了這有機的原則 但是對這個土壤他到底有沒有留下了 因為之前的這個施肥或者是農藥的這個殘存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數據 所以如果我家裡我要來種有機蔬菜的話 我怎麼知道我這附近的水土壤的那個質 它的這個成分有沒有是我們擔心的東西殘存在裡面 那我想要知道我們宜蘭縣 這對這種土壤的這一個檢查點有幾點 然後呢它的數據是什麼 那個有沒有做 那個一定答覆了 其實我們宜蘭縣已經到現在 歷罪縣長到現在 針對這個區塊大家都好像 坦白說混事太平了 那我們宜蘭縣在農業大張旗武 所以說要推出這個有機農業 剛剛說的空氣水質土質 還有就是我們酸乙 是非常的嚴重 那這方面大家都好像混事太平 沒有人願意這邊的這個問題 也沒有一個任何一個有作為的局長 坦然要來做這個問題 怎麼去改善 我想這個數據會說話 我們把這個歷介來 不管是以前的 非常表現非常優秀的一個周燦陽 局長也好 他也出書 說我們宜蘭縣的環境怎麼好 這方面我是覺得說 其實這都是道德良知 我們就是為了我們下一代更好 讓我們每天所吃的 是農藥殘餘 重金屬 老齡痴呆症 這個農藥對肝對身體 都是慢性的這個殘害 我們守車的這個不該喝的水質 好像是一樣 不管是烏角病等等 那剛剛有說的 人家是肝癌癌症等等 這些的所有的就是陰影 因果關係都是有息息相關 那你環保局 你本來就是第一把關 你是第一線的 那你第一線在這方面的數據裡面 我們只是每年的固定 一個水質檢測固定 環境空污的固定檢測 有沒有做一些土質的 類似桃園線 LCA早期的這種葛污染 造成的這些的厚大 這一次的影響層面 我們仍然現在的轄區內 這些的重金屬 還有這些的工業的 所謂的污染 那最終還是埋在地底下 或是流到河川 已長大 還是人類在吃 這個等的都是因果關係 我們希望說你環保局 在每一個長城關卡裡面 不是我們看一個表面 好山好水 那事實上 我們不要粉絲太平 希望你局長 在你當任局長當中 我剛剛請教你 你都沒有很具體的 提出你的 將來你要怎麼用的作為 我們是不是勇於說不 對於外來的 不該來的垃圾 對於不是對我們是正面的 我們會不會勇於說不 我們就處理我們自己 線內這些的晦氣物 我們就頭痛了 為什麼還要再承擔這些外來的 這些不該來的東西 局長 你敢不敢說不 謝謝 謝謝吳議員跟江議員的這個關心 那個我們的法令裡頭 那個地下水污染跟土壤污染 是在同一個法令裡頭 那地下水污染跟土壤污染比較起來 那個地下水污染其實是 問題比較嚴重惡化的時候 會那個影響到地下水 那個初期的部分其實是 那個土壤 那個有關於地下水的部分 我們也就比較重點的在 這個掩埋場的周邊有一些地下水的監測景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掩埋場本身 如果它有這些下雨 下滲 它其實會直接的進到地下水裡頭去 那現在目前那個我們幾個監測 就是所有的掩埋場周邊的這個監測景的這個觀察裡頭 每年都有這個在做這些監測的報告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般的那個地下水的監測景 很多的學校或者是這個公有土地上面 我們都有在做地下水的水質監測 那所以地下水的部分呢 那個主要是用這種方式在做監測 那我們目前的數據裡頭呢 五節掩埋場周邊的地下水 事實上是有惡化的情形 這個是目前我們覺得我們比較擔心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土壤污染 那土壤污染我們從101年開始 那個我們很努力的去查這些土壤污染的這個可能地點 那也沒有錯啦 這個土壤污染這件事情 那個如果你沒有努力查 事實上肉眼是看不出來 所以對我們來講呢 那個環保署的考核是 環保署的考核是 如果你沒有查出來 反而是成績比較好的 所以但是呢我們覺得那個 對土壤有疑慮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去查 所以在過去呢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對使用生積分的農 局長有沒有啦有沒有這些點啊 有有我簡單簡單說明 那數據再給我們就好了啦 一百零一年到現在 你會後提供給我們好不好 好 那你先說一下 我聽我講 因為 好的請坐 因為我們 常常在外面我們會聽到說呢 那個 某一個地方種的 種的蔬菜呢 那種的人他不敢吃 他都要自己種自己的吃 所以 比如我們舉個最簡單的 我們講三星蔥啦 三星蔥是我們全國最有名的 這個一個種蔬菜 但是就有人說啦 這三星蔥喔 嘿嘿我放很多 或者是那種 那種 一粗粗粗 一米放很多 那這種東西他都拿去賣給別人 自己要吃的話 他就不敢 不敢 不敢留給自己吃 所以我們比較關係就是說 這東西的那種施肥的時候 它會流到土壤裡面 那所以你的 對這些土壤的這一個了解 到底我們弄了哪些點 你別再跟他說 我們就是跟著水來跑 對不起 吳議員 我這邊有二十幾個這個土壤污染的 都不是在這種種植的結果 它是鐵工廠啦 這是金屬污染啦 那現在我們講的就是 都有 像我們隔壁這邊的這個加油站 它有裂縫 那那些油卸出去 它就產生周邊的土壤的污染 當然就是屬於那種工業的 所以大部分是工業行為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 因為我們講的是土壤要拿來種蔬菜的 有機蔬菜的 這些土壤 這些比較我們專職的農業區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點 來監測這個土壤的一個變化 這過去我們有在做 過去那現在呢 對對對我說的過去就是說 我們兩三年來 對於那個農耕作地 做的這個土壤污染的檢測 特別是關心南洋溪上面 使用生積分那個部分 我們查了兩三塊地 是那個因為 蔥刷比較少 同心的這個污染的高 你再把這些資料給我 然後各鄉鎮到底有哪些點 因為它要是種植蔬菜的地方 是把這些這些資料在會後 總執行之前 是這個我們有做個檢測 好那你請坐 剛剛一載我們講到 講到這個環保志工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 集長你應該很了解 這兩千多名的2419的環保志工裡面 其實在羅東正佔了 將五分之一的人口數 所以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 在你們的數據裡面 有兩千多名的環保志工 好像對整個宜蘭縣來講 這個代表的是 你們的努力成果 那其實你們看到 各鄉鎮的這一個清潔隊 在對這一個環保志工 他們的這一個照顧 跟他們的這一個 一些的需要提供 他們基本配備的努力上面 你應該很慚愧 23萬你要給他們買什麼 就我所知這23萬就是 睡末的時候 他們對環境教育的 延期的一個補助 這樣而已 所以你對環境 我說 這環保志工對你們來講 是你們只是 好像是你們的成員之一啦 他們的證照是由你們來發 但是過來你們有很多 樣是像這樣 各鄉鎮在養啊 所以他們的基本配備 你們都不給他們嗎 他們的背心 他們的土力沒有給他們啦 侯爺侯媽沒有給他們啦 尚會處 那就是頂公所啊 所以頂公所 頂公所比較有錢 他就一塊錢 這塊錢嘛 頂公所沒有錢 就剩四五十個而已嘛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難怪不能說 環保志工的這個 一個他們的基本配備 裝備上是你們的責任嗎 不是這樣所有這樣以完的證人嗎 因為你們說的環保志工 是你們環保局的 是一個榮譽啊 對這個環境教育 環境這一個整理 他們佔了很大的一個力量嘛 所以很多環保志工認為說 他們受到的一個尊重是沒有的 所以 你知道 這我講得很難啊 你知道嗎 但是我今天聽到很多的 我們的這個同仁 一直在講環保志工 我覺得說 這個聲音他們都聽到了 但是我發現你沒有聽到 縣長也沒聽到啊 所以對環保志工的尊重 麻煩你拿出你們的良心啦 這個一併答覆 我想環境是全民共同來努力來營造 環保局應該把這些的 所謂的不管是基金 所謂的業務費用 應該是讓這些 這些共同參與這些的環保志工 大家共同來 他們也不是享受潛力 基本給他啊 這些的維護他們基本的 這些的工具 基本的配備 難道你 局長 這樣我告訴你 以後你的簽也不用開了 你們的一機主管 所有的單位 你們環保局的 所有的汽車 所有的汽油 這些公務的 你們都應該停用 大家要同理心啊 我想基於這個考量啊 你是不是在新的年度開始 或者今年下半年度 能不能有一些的追加預算 針對我們宜蘭縣內 這些的環保志工 不管有一些要新成立也好 我想最後面 支持你的哪一個業務 科長是誰 總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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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長 後面齁 就是看你的醫生 如果這個醫生 如果沒有變的 就是針對你們所有的 一機主管 包括你們要用的 氣車也好 氣車也好 氣油也好 全部三毒 如果要沒有的話 大家都不要用 包括這個活動會 金長門等等 一視同仁 局長 承諾一下吧 謝謝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 吳議員跟江議員 吳議員也在提 有很多的議員都在提 環保志工是不是應該給予 比較充分的配備的需要 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下個年度裡頭 對於前線的環保志工 怎麼樣子檢討給他們 比較充足的這些職勤的設備 來編經費 那這個也不需要每年都編 就是說 那個 就是可能幾年 需要的設備 給他們這個添購一次 那如果預算不足 我們就各個鄉鎮 那個錯開來來編 也是一個辦法 這個部分我們在 明年的預算裡頭 我們會來處理 我希望這個 不是說 這樣給你印印就好了 真的 看到 我們說啦 環保立線 今天仔細肉 九八金 破爪天貴 我不曉得你看到這個東西了沒有 這份報章有看到嗎 有沒有 我今天還沒有看報紙 唉 這個很丟臉 很丟臉 還有 在4月22號 我一天也看到報章 那天是世界地球日 這個專刊裡面 我是想說 真的 我每次出門 出外縣市的時候 我宜蘭人 我真的是很 很引以為傲 環保立線 好山好水 結果 說得好的 都沒有我們宜蘭官 我不知道我們在努力在哪裡 這裡面呢 就講到我們的什麼 挑戰節電的這一個 這一個計畫 我們今天有達到這個目標嗎 沒有咧 我們是副城長的咧 戶零點二二 他沒說啦 前省都沒達到啦 但是我要的什麼 我要你 提供我齁 我們對這個 我們的節電 我們有什麼計畫 所以我們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縣市在重電 所謂的重電是什麼 就是利用我們天然的這些能源 來產生電 包括啊 我們之前講的地熱啊 包括太陽能啊 或者是風啊 這都是屬於我們利用這個太陽能的部分 或者是風力啊 或者是地熱啊 當然 很多人說我們宜蘭縣哪些不是 哪些 但是還是有一些 可以用這種重電的一個方式 來減少我們用電的這一個計畫 我要 麻煩你 在縣長總資金之前 把這一個 我們如何節電的一個計畫 然後呢 我們怎麼樣的來 讓這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能源能夠節省 然後呢 我們能夠產生多一點能源 因為我們都知道了 520以後啊 我們的這一個 蔡總統呢 他是一個反核 希望說能夠 電費不漲 然後呢 這一個電油會不缺 那希望 宜蘭縣 身先士足 我們怎麼樣一個方式 能夠真的能夠達到我們節電 而且這個是去年提出來的 要達到2% 我們是負的沒有達到 那我們如果在明年能夠讓他達到 這個計畫 可不可以提出來 可以嗎 提供我們江議員跟那個阿力議員 再來 那一天講到 我想說世界地球日這個專刊裡面 看到了 這裡面有八個縣市 提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所謂的這一個 對於這一個環境 這一個 包括節能減碳啊 包括了一些的這個 我們把減碳的成效 這也是包含我剛剛講到的 我們的節電的部分 在提供的資料裡面 麻煩也一併的把我們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希望對我們的這一個宜蘭縣好山好水 我們的這一個環保利縣如何的落實 真的不是說只有真的好山好水 能也是能夠的 然後包括我們是節電的 然後我們這是節能減碳 拜託 U-bike 這裡面的話呢 當然我後面會問教育那個建設處 這一個計畫 真的能夠落實嗎 以我們的財力能夠落實嗎 這個我這個你不用回答我 但是呢請提供我們這些資料 可以嗎 局長 其實 你在這方面 因為我們剛好符合的整個 中央的政策 當然 520 蔡總統即將上任 從她的這種上任這個六大的 有幾大組織 那這個組織裡面包括 當然有一些是常常是衛生局的問題 那節能減碳 這個核能的這個問題 我想 我們剛好在隔壁 剛好在我們宜蘭縣跟新北市啊 是剛好在隔壁 但是 雖然我們宜蘭縣內 目前 有在積極在推廣 不管是在清水地熱等等也好 其實宜蘭縣在整個推廣這個過程當中啊 有很多的第一個把關就是所謂環境影響 那這個環境影響在這方面 我們環保局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什麼角色 是第一個 地熱 是不是符合我們目前全國來講 地熱在我們宜蘭縣 我們有龜山島上一次的地震 整個那個也垮下來 那整個地熱對於宜蘭縣是整個資源來講 是不是符合我們在整個開闢 這個能源的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宜蘭縣是不是能夠截足先登 這第一個 你當成一個唐寶局長 本來就要有這方面的思維 跟這種衝勁 我想讓我這種幹勁 我們希望未來啊 我在事業初到韓國 看到把這個垃圾啊 一堆的垃圾變成黃金了 然後舉辦了奧運 然後又開設了一個電力公司 然後又做一個把那個污水 污水處理場 這些的晦氣 包括的澡氣 把它發電 造成這個首爾這個區塊 在漢江 一個我想這個這個 應該上網就可以看得到 竟然中央都能夠把那個垃圾 過去說民眾所看真 所以最討厭的地方 把它變成一個警管 一個世界警官的一個區塊 我想我們宜蘭縣 是不是也能夠有這種 這種報復 跟這種理想 跟這種目標 不管將來 未來 我們是不是能夠為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成就一些 留下下一代 非常好的一個 生存的空間 那地熱啊 不單單是可以泡湯 還有一些的地熱的花店 還有一些的澡氣 還有一些的把它垃圾 我們宜蘭卸了這麼多的燕賣場 這些的怎麼樣來處理 把垃圾變成黃金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世界大家都有這種實際的這種 操作的實際的寶貴的這個經驗 那你們如果是有機會 到國外的話 你們之前是有到北歐了 但是環保局長 竟然沒有去參加了 那我們希望說 在鄰近的國家 尤其在亞洲區塊 有機會的話 應該組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團 去那邊做一個考察 作為將來 不管是地熱 這個花店也好 或是我們把垃圾變成黃金 早期花店等等 我想這些的把它變成公園化 一個景點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借鏡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環保局在這方面 您沖閑縣長 再兩年多已經要卸任了 我們也希望說宜蘭縣 這樣符合在五二年之後 希望我們有一個新的 對於我們核能灰核的家園 對於我們未來宜蘭縣的 這些的現有的資源 怎麼再利用 把它類似 也是創造我們宜蘭縣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財源 局長可以嗎 請你回答 簡單的 那局長 去年紅開過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稻草的問題 那後來當然我們有協助農民幫忙做處理的 但是這個部分 是誰 是我們要處理的 因為人家說你修 你便要走發了 我們不希望它燒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我是希望說能夠防範未然 不要說大型發生還要來處理 那它沒有 你沒有 切切都在那裡 它沒有水 再來處理 這個都不是辦法 所以希望 跟農業處這邊 嚴厲一個辦法 在總執行之前 一樣的把這個辦法提供給我們兩位 可以嗎 好 好 好 謝謝 來 揭穿一下 揭包現在都不會揭穿 揭穿一下好不好 好休息 對 對 好 來 怎樣 來 好 這樣 謝謝 唐 beam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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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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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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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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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之外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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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